你 你 你 殿下 入了城就可以找到大夫被您医治了 殿下 只是属下不明白 安平公主既是北梁公主 那安平公主 对高阳王是真心的 还是另有图谋 小人之心 我是讨厌你 可是我没有想过让你去死 况且这一路过来 我们一起逃到这里也算是同伴 你现在身上有伤 我不会不理你 殿下 小姐 前面就是华台 我们快赶路吧 小心 这边走 小姐 在这里等我 嗯 是谁 为何跟着我们 是你 走 承安 你不是和南安王进城了吗 公主 我 你不是说我们是同伴吗 我怎么会把你丢下不了 再说 我也放心不下俊儿 看来殿下不总是冷漠无奇呢 怎么样 少主 巧儿说 这里之前经历过激烈的厮杀 卫阳 卫阳 卫阳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大人 刚刚得到消息 留宋二十万大军 已经开始攻打华太 大魏高阳王拓拔郡率军驻守 那安平公主呢 安平公主现在怎么样了 还没有消息 你不是一直派人跟踪他们 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却不知道 你一直隐瞒我 你们根本就不想救卫英 少主别忘了 你是柔然人 你是柔然的王子 你故意隐瞒我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少主 少主手下留情 安平公主安然无恙 请少主放心 什么 安平公主和南安王一起逃走了 至今我们还未得到他们的消息 想来他们是安全的 少主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华台 你去那儿干什么 拓拔郡在那里 如果卫阳没事 他一定会去找他的 少主 让开 少主这么关心李维扬 有朝一日 李维扬让少主对付柔然 少主是不是也会听他的 我二十几年来 一直都是大魏的人 受大魏的养育之恩 如果柔然要杀魏人 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可少主是柔然人 你可以杀了我 但是你没法阻止我 让开 尘安去哪儿了 我让他先回去面见皇上 说明此事原委 出了这片林子 就是华台了 那我们出发吧 迅速回平城 把这封信交给池鱼南 你错了 我的确是冷漠无情 我不是个好人 也不打算做个好人 虎牢的五千元兵已到 林稷的五千元兵明天到 可加上我们的人 还不到一万五 对方依然有十万大军 这仗怎么打呀 援军带来的粮草 虽然能解燃眉之急 但是根本撑不到 朝廷大军到来呀 不管如何 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撑下去 禀告殿下 林稷的五千元兵 在城外遇到宋军伏击 全军覆没 禀告殿下 宋军已将此城围困 我们已经失去 与外面的联系 殿下 这该怎么办 殿下 属下打探过了 四处都是送兵 看来 华台已经被围住了 这下拖拔军的处境 就会更加艰难了 我们也进不去了 小姐 怎么办 殿下可有建议 要解决华台眼前的困境 并不难 宋军二十万大军 每日粮草消耗无数 只要烧掉它们的粮草 宋军必然退平 但是宋军的粮草 藏在何处 我们无从得知 况且肯定有中兵看守 我们该如何烧掉粮草呢 那我们是不是只有等援军来 不然 也无计可施啊 特怕军 我有办法 烧掉宋军的粮草 承安 殿下没有同你一同回来吗 殿下护送安平公主 去了华台 安平公主 我二姐不是去和亲了吗 殿下怎么又送她去了华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宋军的途中出现了意外 殿下受了伤 多亏了有安平公主的照料 才能脱险 殿下受了伤 伤势如何 殿下受的是剑伤 伤口很深 本来可以进城医治 可却放弃了进城 回头护送安平公主 去了华台 李小姐 属下还有急事 先行告退 殿下从不是知恩图报之人 他跟李未央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捉这么多鸟干什么 山人自有妙计 殿下不用心急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您身上还有伤 在边上看着就行 不用您费心了 你就不能小心点吗 多谢殿下出手相救 回去告诉殿下 本将军定不会让他失望 来人啊 将军 有何吩咐 在此事中挑选二十人 本将军有事要吩咐 是 将军 红楼愿为将军分忧 自请加入本自行动 华台之行求死一生 你是本将军所倚重之人 这些事还不需要你去做 是 不要走着火了 快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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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火了 真的成功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先把这些鸟饿上一整天 然后在他们的爪子上绑上消食粉 饿了一整天的鸟儿 自然可以找到送军的粮草 当这些消食粉落到粮草上 只需要小小的一点火苗 就可以让粮草起火 身子着了火的鸟儿 就会到处乱撞 然后其他的粮草 也就跟着一起燃烧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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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射中了 怎么成功了 太厉害了 宇瑞央这个女人 智慧不容小看 若能得到她 必将助我成就天下霸业 完成我的雄心壮志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得到她 将军 将军 不好了 什么情况 好 梁草着火了 撤 撤 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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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宋军梁草被烧了 殿下 宋军受罪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殿下 末将现在真是对殿下佩服的无体投地啊 只是末将实在好奇 这殿下是怎么烧掉敌军粮草的 烧掉宋军粮草的另有其人 不是我的功劳 那是何人 我也想知道是谁 何八戒 何八戒 可行 也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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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 实在是庙啊 安平公主竟能想到这种方法烧掉敌军粮草 末将佩服至极 末将敬公主一杯 公主 真乃女众豪杰 这一杯我要敬高阳王殿下 若不是殿下 华台早已失手 我们的命也早就没了 是殿下救了我们 救了我们大魏 今后我们为高阳王殿下 马首是朕 马首是朕 这非我一人取功劳 如果不是各位将士舍身忘死 我们又怎能一次又一次地击败宋勋 所以这杯酒 我来敬众位将士 多谢皇叔前来支援 也多谢皇叔一路上保护为营 这杯酒交直进皇叔 你我爷何须如此客气 我也是拓跋式子孙 保家为国 我也有责任 干 我还是拓跋式子孙 我最不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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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桃姐姐 尝尝 你多好吃吗 你呀 你呀 吃鸡腾吗 我最不愧的 我最不愧的 大妹子 我敬你们一个 好不好 金桃姐姐 她喝醉了 敬夏叔 我没喝醉 你来吧 妹子 来 喝一个 来 谁是你妹妹 滚开 你看这儿这么多人 你给我点面子嘛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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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 对不起啊 大兄弟 对对对不起啊 那个大妹子 我不是故意亲你的 你千万别要先进去 我真是不是 我杀了你 别别别 千万别 别跑 别跑 我杀了你 别跑 你怎么还想说 好 我 有什么 信息 先生 你不能这么说 你真是 好 不是 我 我一直以来都是汹涌成竹的样子 可是我这心里头 一点底都没有 尽快你及时赶到 用了一个这么聪明的办法 杀了敌军的粮草 否则的话 是你救了我们 救了大魏 我没有想要救谁 我只是不希望你有事 在短期之内 宋军应该不会有轻举妄动的行为 所以 明日一早 我派人送你回平城 不 我不走 我必须要等到援军来的时候 我得陪着你 伍阳 这太危险了 我不希望你留下来涉险 你忘了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曾闷心自问过 在你和仇恨之间 到底哪个更重要 曾经 我一直都无法得知 可当我知道 在你受伤的那一刻 我会不顾一切地去救你 我才明白 原来过去 我一直纠结在爱和仇恨当中 都是在自寻烦恼 因为这 因为这 根本就不能放在一起比较 和衡量 而如今 你已经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 现在是你最艰难的时候 你要我离开 我根本就做不到 这一次 这一次 或许比你想象中更加艰难 我真的不能让你冒险 你能理解我吗 你忘了我们曾经许过的誓言吗 生死相依 你不离不弃 我相信你 一定可以克服万难 把我平安地带回去 这是一个平安符 你戴在身上 能够保你平安 保我平安 你平安就是我平安 宋军的主力虽然已经撤退 但他们仍留下了一个殿后的军队 这是宋军的营地 我打算带一队人马 从这座山翻过去 在后面突袭他们 殿下 先不说这山地势陡峭 难以攀越 就算殿下翻越到宋军之后 也很难突袭成功啊 所以 我做了另外一个安排 这个是通往城外河流的水道 看来皇叔已经看出了我的意图 经水道顺流而下 到达敌营右翼 如此双面夹击 供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我们一定能给敌军重创 正是如此 只要我们突袭成功 我们就有可能 见识到朝廷援军的到来 这次我跟你一起出发 我们叔之俩 并肩作战 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 好 听我命令 然后就出发 是 拜见殿下 有事吗 这次我能够成功见到拓跋骏 要多谢殿下的护送 特地来感谢殿下的 这个是平安符 可保平安 这种东西 你不是该送给俊儿吗 当然少不了他的 两个都是我亲手做的 那谢了 怎么怪怪的 本王倒要看看 你亲手做的平安符 是否真能保得平安